要玩女人到我们广东去 我让你们开开眼镜 我们今天为朱将军送行 来 再干一杯 干 今天咱们要喝个痛快 一会儿我再给你们找几个女人 好啊 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意思 你们在京城不敢干 要玩女人到我们广东去 我让你们开开眼镜 还有老子的心腹底快要落成了 不瞒你们说 比王爷住的地方还有宽茶 是吗 不 我还以为只有我敢往宽里边盖 你不敢往还管他那套 周将军还是悠着点好 宅帝是在明处 陛下三令五身不可不防啊 怕什么 来 朱元璋这个老儿 这坐了江山 就把弟兄们给忘了 还什么三令五身 要不是咱们给他卖命 他还能坐上那把龙椅吗 那倒是 那倒是 像当初让咱们冲锋陷阵 什么也不敢许啊 只要打下江山 大乘成金 大碗喝酒 共享富贵 这倒好 他呀 现在当了皇帝 我们成了要饭的 什么都是他恩赐 还搞一个什么 身界公喉榜 这一条条的 不都是冲咱们来的吗 诸位诸位 金方歌枪有耳啊 在我这里没关系 哪儿都不怕 我告诉你们 朱和尚 他也就是欺负那些鸟门官 对咱们他不敢 寺外元朝势力还在 他还得靠咱们把守边关 他对咱们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早看明白了 陛下 咱们这些功臣也确实贪令色系 就像朱将军所说 他对我们这些武臣总还是有所顾忌 大家好自为之 好 我们今天为朱将军送行 来 再干一杯 干 今天咱们要喝个痛快 一会儿我再给你们找几个女人 好啊 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意思 你们在京城不敢干 要玩女人到我们广东去 我让你们开开眼镜 还有老子的心腹底快要落成了 不瞒你们说 比王爷住的地方还有宽差 是吗 不 我还以为只有我敢往宽里边盖呢 盖 还管他那一趟 哎 朱将军还是悠着点儿好 宅帝是在明处 陛下三令五身不可不防啊 怕什么 来 朱元璋这个老儿 这做了江山 就把弟兄们给忘了 还什么三令五身 要不是咱们给他卖命 他还能坐上那把龙椅吗 那倒是 那倒是 想当初让咱们冲锋陷阵 什么愿不敢许啊 只要大下江山 大乘成金 大碗喝酒 共享富贵 这倒 他呀 现在当了皇帝 我们成了要饭的了 什么都是他恩赐的 还搞一个什么 神界公喉榜 这一条条的 不都是冲咱们来的吗 诸位诸位 金方隔墙有味啊 在我这里没关系 哪儿都不怕 我告诉你们 诸和尚 他也就是欺负那些鸟门官 对咱们他不敢 寺外元朝势力还在 他还得靠咱们把守边关 他对咱们 也只能睁一只眼 屁一只眼 我早看明白了 陛下咱们这些功臣 也确实谈令色系 就像朱将军所说 他对我们这些武臣 总还是有所顾忌吧 大家好自为之 好 坐 请 徐大人 今夜来访打扰您了 卑职明日一早 就返回广东 别这么沮丧 打起点精神 搞出点政绩 啊 哈哈 徐大人 卑职 免职是小 可万万不敢 不服攀虞的百姓 唉 不要多想啊 你的处境本官知晓就行了 再到考核时 本官还会替你说话的 这边你放心好了 啊 徐大人 卑职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把攀虞治理好 才能对得起陛下的信任 至于该怎么做 陛下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过 切不可轻举妄动啊 陛下也说了 在广东稳定局势 剿灭雇员残匪 那才是第一位的 我这个不证使又能如何呢 你也看见 还不是要为朱将军马首实战 小夫人 责乱大谋啊 可是卑职相信 陛下 所说的稳定并非此意啊 哦 徐大人长此下去 潘于甚至广东 迟早要出大卵子的 哼 那你就看着办吧 但要适可而止不可造此 否则 本官也保不了你 徐大人 人要脸 树要皮 为之宁可死来年 也不敢再讨这碗饭吃 呵呵呵 道同啊道同 你是太倔强了 哼 要改一改 官场上要学会权益之计 多走动走动 啊 多说几句好话 对你没坏处 我的意思 你明白了吗 上不负皇恩 下不负百姓 这才是道同的围观之道 告辞 告辞 报送 陛下 末将回广东了 嗯 要尽快地缴请广东那边的雇员残匪 朕还有大事要托付给你 感激陛下信任 朕听说你的部下有骚扰地方之嫌 谁说的 你不要管是什么人反应的 你反正就要严格管束部下 不可以让他们胡作非为 否则朕是要追究的 是 任何人都不可以自视功高 就独霸一方 请陛下放心 末将不会 末将会 老爷回来了 嗯 怎么样 平常 那好啊 平常留任就好啊 恭喜老爷了 嗯 你恭喜我什么 哎呀 再搬鱼做事啊 能够平常留任就不容易了 哼 不可能称职啊 嗯 老爷您看 嗯 日子定好了吗 啊哈 乔仙之日已经定好了 嗯 警检送出去了吗 嗯 马上就送 嗯 大小官员一定要送到 一个都不能上 是 是 老爷 帝马寺又派人来催粮催钱了 还是那句老话 没有 多少 是不是凑点儿 朱亮族 它不好对付啊 我拿什么错 还不是跟老百姓有 老百姓还活不活了 老爷 您从金城回来 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心思不要太壮 盼于能维持到现在这个样子 就已经很不错了 前两任哪 那情况更糟 老爷 有一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 老爷 您要是真觉得为难 是不是 但是 找徐大人好话说说 争取换个地方 我想 徐大人也能够理解他 我不是没想过 可我不能这么做呀 老爷 兵马寺又来了两个人要见您 叫他们进来吧 是 老爷 您可要掂量着点啊 请 谁是道之县啊 什么事 我们朱将军有请 好好好 朱将军新宅邸落成 请你们过去 我们送到了啊 又是新宅礼 据说比王爷府还大 真不知道皇上知道以后会做何感想 皇上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的 朱亮祖是开国元勋的 老爷夫 您是去还是不去 去 我正想见见他 可是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拿着什么吧 我不空手去 我道同还趁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啊 恭喜恭喜啊 刘大人 里边请 里边请 陈管家 恭喜啊 王大人 这是我的礼单 客气 客气 里边请 里边请 你看这阵势 这排场 宅子又大 宋礼的也多 到底是侯门哪 羡慕 羡慕啊 不过 宋礼的人这么多 太眨眼了 传出去会不会有事啊 你放心 朱将军感受 他心里肯定有点儿 再说 谁敢往外传啊 谁敢往外传哪 是是是 罗爷 你看这祝福多情 你妹妹 可是你还说吧 是是是 请随我呢 你们这边走 这边走 辛苦啊 兄弟辛苦了 来 拿着 是是 兄弟辛苦啊 辛苦辛苦 来来来 请小心 有太阶 拿着 慢点 辛苦 拿着 朱将军到 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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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朱将军 巧遣之喜 巧遣之喜 朱将军 走吧 谢将军 谢将军 你们送些什么破了 这 这 这 把颜知府的箱子抬出来 是 把箱子抬过来 打开让他们看看 是 老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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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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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驰未曾听说 朱将军 豪爵之尊 熏老作主 早就应该有个好的住处 是啊 我等自愿前来治贺 此乃人之常情 毫不为过 朱将军何必在乎闲言碎语呢 那你们就赶快调查 看是谁在说本将军的闲话 把他抓来 我要将他五马分尸 不费之遵命 遵命 掀开盖头给我看看 是 果然不错 愿意吗 愿意 你不费之遵命 这是你的亲妹子吗 朱将军 小的不敢骗您啊 如果有一句假话 天打五雷轰 好 那我就来个名媒正取 做我的第七房妾 好 啊 啊 啊 您对我们罗家的大安大德 我们是莫尺难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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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将军 恭喜恭喜啊 您得了一件送辞中的极品啊 你看看 啊 好东西啊 哎 价值连城 价值连城啊 哈哈哈哈 这个我真不懂 老爷 啊 潘虞之县道童来了 您见不见 见什么见 不见 告诉他本将军没空 哈哈 朱将军 潘虞 是咱们广东的门户 现在地方上智力不很平静 这个道童呢 又没多少经验 所以呀 还得朱将军 多多顶多指教啊 这个人我知道 他不肯支援军饷 又不懂规矩 此人为什么还要留在潘虞 这次考核啊 得了管平常啊 所以留任了 好 让我去教训教训他 你带他到书房等我 是 我说嘛 朱将军大人大脸 好 朱将军 朱将军 徐大人 看来你也不是来恭贺我的 本将军也没想把你当客 既然来了 我就跟你说 要在广东混下去 要在广东混下去 你也没想把你当客 既然来了 你就给我好好干 潘虞交给你 你就给我干出个样子来 背职正是这么想的 还望朱将军能够多体谅 背职的难处 这两什么呀 前几日张千户来到我县衙 要求我潘虞县再拿出一万三千两军饷 可我潘虞县民近来生活困固 说负沉重啊 如果再加上这一万三千两沉重的负担 恐怕是吃不消的 另外 庆叔卑之直言 近来常有军队 在我潘虞街市上勒索民财 并且指使一些歹徒 为非作态 长此以往 百姓苦不堪言 还望朱将军你能够明察 什么 你说军队扰乱地方 我把你抓起来 被职自就任以来 因为军队方面筹响五万三千两 自任已经对得起军队了 但是我对不起潘虞的百姓 还望朱将军多体谅 来人 朱将军 将军息怒 道童不知深浅 多有得罪 带本官带回调教 这次饶了你 下次绝不放过你 朱将军 此次 进京接受圣上的考核 朱将军 有幸与陛下谈到攀语 什么 陛下 当面训斥了卑职 要求卑职努力工作 秉公职法 卑职怎敢玩乎职守呢 王将军能够海寒 海寒哪 朱将军 告辞 将军 他话里有话 我们还要谨慎对待 在陛下面前 受我纵容不下 骚扰地方的 一定是他 我宰了他 将军万万不可 道童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 但他毕竟是朝廷命官 不经皇帝陛下的批准 不可任意关押 更何况 军方不便出灭 他反了 他敢如此醉影 难道 他真得了上方宝剑 会有这种事 我听说 陛下竟来一再毒素 王侯熏臣自律 难道 是派他做哪儿目 要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老子握用棉死铁拳 怕他个鸟 将军 叛御的军乡先不要争了 暂缓一下 您该如何 马上给我查查 看看陛下跟他说了些什么 是不是单独召见 遵命 不可以 还是要死的 对 我倒是 我倒是 她的 要是 军下的 和军下的 还没有 人家给请出来 我看他能奈我活 这样一来 也许潘云能消停一会儿 不过 您也把朱将军给得罪了 他不会这么善罢干凶的 我可传达的是皇上的圣意 兵丁危害地方 可由地方直接将其捉拿 交兵马司军阀处置 若兵马司不处置 可直接上报不证使司 由不证使司直接通报给朝廷 我也可以将这个话 直接讲给他听啊 而且这话 徐大人也听见了 这是皇上亲口说的 道老爷 您这可是走得一步险棋啊 你放心吧 我也不会瞒干的 我这不也希望 能够大家相安无事 让我好好地把潘云治理好吗 你别瞒啊 你愿意